老板 早 你开了是不是啦 就 哦 对 一会儿老婆男的肯定生气了 嗨 打瑞斯 嗨 Peter 你知道公司为什么选饶着酒做公司用酒吗 那我可得跟你好好讲讲 为什么老板对这款酒亲有独重 话说以前老板和老板娘关系并不稳定 有一天老板接了一个电话 喂你好 上次给您提的那个方案您觉得怎么样 好这样 这可以改 老板上次合作的酿酒师来了 带了新产品 创意还不错要不要试试 稍等一下重要客户 行行行 这个可以帮您改好的 我们一定好好做 放心吧 都那么多年老朋友了 行下次请您吃饭 好 行拜拜 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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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办公室呢 忙哦当然忙了 忙着想你呢 上次送给您的香水 有没有很喜欢 哦 费太重了 行 那今天早上送到你办公室那树花呢 惊不惊讶 有点高调 明白了 你今天下午要过来 来看我吗 哦对 看电影 我当然没忘了 怎么可能忘了 礼物 有 有 我给你准备特殊的礼物 哎好 你到了办公室就知道了 别担心啊 好嘞 一会儿见 嗯 好 拜拜 礼物 毕特 啊 酿酒师他 流洋瓶酒了吗 有有有 哦 帮我找了帮装纸 我包礼物 哦好的 嗯 那后来就因为这瓶酒结婚了 当然不是 老板娘本身对红酒也有研究 然后呢 这款酒呢 本身他的口感也不错 而且这款酒还有好玩的AR特效 所以他们通过这个找到了切合点 感情就迅速升温了 所以这款酒成了老板的最爱 老板现在只认可这款酒